我想下一个标题 叫做院小关不住 墙高树更高 就是你要做一个小院高墙 你那个院呢 你就突然间发现 你关注的地方 好像是关注的 可是外面的世界还是非常大 然后你去告一个高墙 可是这中间有棵树长了 越来越高以后 从这个树上呢 爬上去以后 一跳就越过了你的高墙 这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呢 是昨天看到那个Reuters 他有一个标题说 哎呀 现在美国跟NVIDIA 好像是在玩一个 Catch Me If You Can 就是那个神鬼交锋那个电影 大家都知道 那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骗子 然后那个警察都抓不到他嘛 他说NVIDIA 现在在跟美国政府玩猫捉老鼠 就是美国一直不断给他新的禁令 然后他一直有新的办法把它绕开 那他们用了两个词 我觉得非常好笑 就是NVIDIA 他们说NVIDIA叫做Work Around 就是你告诉我这里是不能走 对不对 我就绕路这样走 然后呢 他说美国政府认为 这不叫Work Around 而是你是找我的漏洞 Loophole 所以你就发现说 美国现在这个小院高墙 要去什么De-risking 什么De-coupling 其实是没有用的 就是院小关不住 墙高树更高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所发展的 那种比较大的结构 包含我们在杭州亚运看到的那些大结构 最近你去看到他们连在那个使用 在进博会里面使用很多的机器狗 跟各种的机器人 做的这些东西 他都不在乎你要用一个非常小的晶片 对 他其实不再在乎那个大小了 而是在乎它的功能 而这个功能里面无论是AI 是云计算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像是大模型这些东西 中国大陆往往就是甩了美国很多条街了 因为他是一路的在往前跑 而且没有在在乎美国给他的小院高墙 所以我认为如果叶伦这一次 跟何立峰谈得够好 他们仔细去想想看的话 他们做的小院高墙 只是降低了美国的产品 可以去竞争中国市场的机会 因为我刚刚不是给大家看个图吗 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是 一路的往下降的 因为他不要这个市场 但是当你不要这个市场 而这个市场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市场 无论是从电动车开始看 云计算开始看 AI开始看 都是最先进的市场的时候 美国的整个科技业 如果不要中国市场 他会落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他就会落到一个只去做 二级市场的状况 他就会丧失他自己进步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最近真的是在看实力了 就是你科技战已经打了那么久 首先贸易战打了那么久 你发现徒劳无功 而且对美国的消费者产生巨大的伤害 接着科技战打了那么久 你发现也是徒劳无功 因为那个院子永远不够大 墙永远不够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美国因为国际地缘政治的关系 不愿意在欧洲 乌克兰 中东 以色列 再加上亚洲同时进行战争的话 那么他转念一想 重新去调整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当然是最好的 中国大陆很多产品都是 累积在它有一些研究机构 发表论文 我觉得尤其是在应用科学 美国也许是在数理 就物理数学的基础科学 就领先中国了 可是只要是应用科学 事实上你分门别列 你去看中国大陆 发表的期刊的数字 然后申请专利的数字 然后最后就是量产 我觉得后面还一堆 你等着看好了 因为我了解了那个申请专利的数字 还有期刊论文发表的数据 都遥遥领先美国的项目 大概还有四五十项 那个陆续都会变成产品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会逐渐的出现产品这样 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过程 科技的发展是一种累积的过程 中国大陆不是说后积勃发吗 事实上美国的科技大进步 也大概就是1890到1930那一段 就是各种革命都在美国发生 什么电机的革命 化学的革命一大堆 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开始进入 进入这个状况 所以才会有欠姐刚刚讲那个 都有一些数就是涨得比墙高 突然之间你那个墙就没有作用 事实上崔天改讲得更毒了 他说你这小院高墙到最后 你会变成坐井观天 你会以为世界就只有这样 事实上你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 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比亚迪 人家去年就卖到186万辆 特斯拉怎么算也觉得 奇怪你怎么会卖那么快 你还没有进来美国 因为他不知道很多地方的市场 都在买 可是这个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坦白说就是中国大陆贸易战 你打成什么 打成他不得不去挖深每一个国家的市场 对不对 那变成140几个国家No.1 对不对 然后你逼人家不得不有岸外包 所以他的生产基地 现在越南 泰国 墨西哥都是 对 就是都是被你逼出来的 那人只要被逼以中国人的本事 我觉得他就是可以活下来 这个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 这个人少了也可以生回来 更何况是产品 对不对 这种东西哪里是挑战 这个因为美国历史比较短 他难以体会 不了解五千年的历史 而且这个拜登 拜登可能还活在1960年代 那个世界边 他以为美国自己还是很强大 他比较麻烦 我事实上最近看过一本书 大概讲美国的问题 美国现在政坛的大的精英 都是65岁以上 还在美国那个荣井那一段时间 对 所以他就难以体会 现在的三四十岁的人在冲 那个科技世界的迅速变化 他难以体会了 所以他就觉得 好像美国还老神在在 领先 遥遥领先 那事实上不是 早就被追过去了 他就动不动就碰到意外 这个事实上不是只有科技世界是这样 那个军事也是这样 他常常就会看到 中国怎么又冒出这个东西来 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中国大陆你也知道嘛 他是全产业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那他的居民合作也推很多年了 所以工业 化学各个领域 就是会开始渗透进来军事领域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